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中秋廉假不休息 今天一早呢是在党主席朱立伦跟前总统马英九等人陪同之下 合体立委参选人陈以信开箱联合竞选总部 侯市长的第一座联合竞选总部就踩点赖青的台南本命区 较进一味相当浓厚 至于未来在桃园跟台中的晋总什么时候会成立呢 党主席朱立伦就说了 晋总办公室将会跟立委小姬来整合在一起 从下道上一起打拼 中秋廉假侯市长不休假来到台南 合体立委参选人陈以信 第一座联合竞办就设在赖青德本命区 踩点较进一味农 其他兰英大咖也相继到场立庭 前总统马英九面对记者问题 双手比赞不回应 总教练朱立伦 立委党团统召参选立委邱玉兰也都来了 受访期间侯仪也不忘批评民进党执政 人民心惶惶 台南联合竞总开张其他县市也在规划中 当主席朱立伦透露地方竞总将从下而上整合 母鸡小鸡绑一起冲选情 竞选总部都尽量的能够跟我们的立委能够二合一 这一次我们就是从下而上 国民党大咖们挥尸南下 只取绿营命脉 期盼能在蓝营兼困选区 能闯出一片天 记者台南台北综合报道